哈囉大家好我是共棠哥 影片開始之前還沒訂閱這個頻道 先幫我訂閱一下 那還沒追蹤我的個人IG 也請到我的Instagram追蹤一下 終於啊 這雙錢讓我等了一個月之久了 今天終於讓我收到了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之前我說過 撒開二代的外型我覺得還好 但是板著 我發現二代它是屬於非常耐看的些型 越看會越愛啊 所以就 不小心 手滑了一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主角 Sakai Vaporwafel 所謂鞋盒的部分 可以看到它跟一代採用同一種鞋盒 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鞋標的部分 上面就寫上Nike Vaporwafel Sakai 那是US85的尺碼 旁邊有一個小標籤 就是寫上這雙鞋的原價 就是美金180款 那我們打開鞋盒 哇 好啦本尊就是長這個樣子 是不是非常的耐看啊 那先說說為什麼我會選擇買這個配色呢 其實當初我看到Vaporwafel 向中的第一個配色是黃綠的那個配色 但是九紅的這個配色呢 看久了就被它給吸引住了 所以這雙鞋就是這樣來的 那這雙鞋它其實是由Nike的兩款鞋子組合而成的 分別是Vaporwafel跟Pegasus這兩款鞋子 你可以看到Vaporwafel是屬於比較現代型的跑鞋 那Pegasus是屬於比較復古的跑鞋 這種現代與復古的結合真的非常具有時尚的味道 那整雙鞋的鞋面採用跟衣帶一樣 是這種透氣的網格布 所以在穿襪子就要非常小心勝選了 以免成為穿搭上的一個敗筆 顏色上選用的是比較像九紅色的紅 有點像是紅色跟紫色的一個融合體 鞋帶這一塊是用上綠色的麂皮 這個撞色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有一種黑暗中帶一點光明的感覺 黑暗中帶一點光明 Switch 勾勾用簡單的黑白去呈現 但因為材質不同的關係 所以整雙看上去更有層次感 尤其是白色的勾勾是一體成型刷上去的 涵蓋到四個地方 真的非常的好看 另外材質部分就是用上脊皮和皮革去呈現 鞋身前半段都是用上脊皮的用料 那鞋身後半段就是用上皮革 再來整雙鞋的亮點莫過於就是這個鞋後的中底設計 那個翹臀真的非常的吸引感 那網友都說這個翹臀很像是糖老鴨的嘴巴 我個人是覺得蠻像的啦 但這個中底的設計就依個人的喜好 有的人喜歡但也有人不喜歡 那這雙鞋的中底搭配有一個點是讓我會買它的主要原因 就是中底的奶油色這一塊 你們可不可以覺得這個設計還好啊 甚至覺得不好看之類的 但我覺得就是因為有這個奶油底的配色設計 所以讓整雙鞋在整體呈現上更有層次感 在顏色上也變得比較豐富一些 鞋色地方就跟一代一樣有著濃濃的解構味道 比較特別的是鞋舌第一層用上跟鞋面一樣 像網格布的材質 那第二層用上尼龍布去搭配 利用兩種不同的材質去堆疊層次感 鞋帶部分就是綠色跟黑色雙鞋帶 因為這雙鞋它有附一組鞋帶 就是全黑的這種鞋帶 那你們可不可以覺得說 鞋面不是有附一組黑色鞋帶的 它附的這組是比較粗的 那鞋身搭配的這組黑色鞋帶 是屬於細的這種鞋帶 所以是不一樣的 好那整雙鞋子就是這個樣子 那就上角視窗給你們看吧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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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那尺寸的部分就是正常穿 你平常穿什么尺寸你就带什么尺寸就可以了 那脚感的部分我觉得就是普通的脚感 比衣袋好穿 但我觉得比较美中布置的地方就是斜弓这个地方 因为它的斜型是采用Vaporfly的斜型去做 所以它的足弓这边也是跟Vaporfly一样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脚比较宽一点的 在这个地方的话可能脚会有一部分是比较悬空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足弓这一块是这双鞋唯一的一个美中布置的小地方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OK的 总之我觉得Vaporfly这个鞋子满值得购入的啦 尽管你已经有一代的鞋子了 但是我觉得二代也还是值得你去买的 因为二代整体的设计都比一代来的丰富些 也更有增高的效果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追踪我的哥们IG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拜拜